你現在如果不是一線女藝人 你就不要跟我合體 老娘賺了錢不回饋在自己身上 我怕給別人慌 我不是傻了 有人說對比太大一邊素顏一邊穿妝 哈囉我是開濾鏡 誰這個時間你還化全妝嗎 母婆有中睫毛 我有中睫毛 睫毛是一定要中的 我YT還是那麼拍啊 怎麼樣什麼時候要再合拍一下 那是你敢嗎 那你就快篩一下 你現在如果不是一線女藝人 你就不要跟我合體 我們只跟一線藝人合作 真的 真的一線 不是我們一線 真的先不要來 前陣子因為不想 因為巨蛋的關係 然後外題就停了一下子 然後很懶得在拍 就是我一直有在拍啊 而且我真的有拍一些就是 真的很誇張的東西 反正我跟你講我這個頻道 當初打來就是炫富 也沒別的 就是這樣子 你炫富真的無極限 不是嘛 我們就是開心分享 我們當然就是怕人家講我們 我們炫富 我們就自己講嘛 現在思考還是我要開始 買名牌包 買這個東西也不是為了別人買 是你自己喜歡 因為我覺得你既然要花這個錢 你本來就是自己開心喜歡的東西 我說你第一個名牌包是幾歲賣的 我其實第一個名牌包好像是我媽給我的 所以你說只有自己買的話 自己買就是我出社會開始自己買 大概是二十幾歲吧 二十出頭歲吧 沒有就想說那麼認真努力工作是不是要犒賞一下自己 然後買完了之後就想說哦好那我要更認真的工作然後再買給自己的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喜歡的動力 但我就是覺得我買東西給我自己 我不覺得這是浪費 因為我花在我自己身上 花在別人身上那個才叫浪費 花在自己身上 那叫鷹杆 老娘賺的錢不可以放在自己身上 我花給別人花 我就傻了 你知道我以前的個性就是 別人開心我就很開心 然後對自己很摳 我想有能力的人你一定會先受點傷 那是因為你真心想付出 所以這很正常 對 可是你會慢慢的從這些狀態裡面去學習到說 什麼叫停止 付出跟付出在對的人身上 你並不會變成一個不會願意給別人愛的人 你只是會變成去愛對的人 這就是一個過程 這就是成長的過程 所以你有很多愛你要去愛很多人 我覺得都沒關係 但你挺你對你自己好一點 所以花錢買東西給自己 就像你花錢幫自己拍MV 是一模一樣的 那都是你自己的東西 背在自己身上就是爽 就覺得開心 舒服 怎麼了嗎 對自己好這件事情是 不需要原因跟理由的 你就是想對自己好 你想買給自己你就買給自己 你不用去跟別人解釋說 我為什麼要買這樣子 現在是1點鐘 你是完全沒有在怕胖子 想吃就是人生苦短 想吃就是 不需要煩惱明天的事情 你先把今天過完就好 我會死了 嗯 我覺得因為可能我 不喝手搖 不喝酒 你借手搖就會瘦 我少吃 可是手搖沒有借 真的瘦不下來耶 嗯哼 那你研究怎麼樣 我MV滿好的 5月20日 請記得來收聽我的新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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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